两种地,Saka,指地或真理,地是一种坚定的信仰,或指某件事物固有的本质。 地有两种,即,一,俗地,指世俗的或相对的真理,二,真地,指绝对的真理。 在这两者中,俗地指时间的道理、真理,为一般大众所使用,例如,自我是存在的,活的灵魂是存在的,人是存在的,天人是存在的,释迦祖是存在的,大象是存在的,头是存在的等等。 俗地是不真实的相反,所以能够克服它。 俗地并非谎言,亦非虚假,当人们说,一种永远不变的,永恒的自我,祸祸的灵魂既非短暂地升起,亦非随着生命消失。 这是绝大多数人习惯的言谈方式,他们并没有欺骗他人的意图。 但是,以真理而言,他被视为颠倒,即错误的是无常为常,是无我为我。 只要这种不正见位被摧毁,任何人均无法从生死轮回中跳脱出来。 所有上述的,绝大多数人习惯的言谈方式均属俗地,例如,当某人说某人存在着等等。 真理指绝对的真理,是完全符合现象界所谓的真实的,基本的,根本的特质。 此处,某人可以以肯定的方式来叙述真理,如,固体,地,的元素存在着,扩大,地,的元素存在着,凝聚水的元素存在着,动能火的元素存在着,心智存在着,意识存在着,处,受,想存在着,色韵存在着等等。 如果以否定的方式表达真理,我们可以说自我不存在,灵魂不存在,没有永恒的个体,没有永恒的生命,大象无法永远存在,手无法永远存在,脚无法永远存在,身体的任何部位无法永远存在,人和天人亦无法永远存在等等。 在此处说自我不存在,灵魂不存在,是指在人的一生中,并没有永恒不变的实体称为我或灵魂。 在叙述没有永恒的生命等等时,一直除了物质与精神元素外,没有真实不变的实体。 这些元素既非众人,亦非众生,非人类,非天人等等。 由于真理与颠倒正好相反,所以能够否定它。 一个能够对峙颠倒的人,即能从生死轮回中跳脱出来。 根据俗地,个人是存在的,生命是存在的,一个人或一个生命在生死的快阳中,投出头末,从一个生命到另一个生命,不断地轮回。 然而,以真理而言,既没有个人,也没有个体生命的存在,没有一个真实的自我从一个生命轮回到另一个生命。 在此,或有人问,这两种地似乎是截然相反。 当然,它们似乎如此。 然而,我们可以将两者合在一起。 我们不是曾说,根据俗地或根据真地。 因此,就它自己的表达方式而论,每一种地都是真实的。 因此,如果某人说,根据俗地,个人是存在的,生命是存在的。 另一位则不应否定他的话语,因为这是世俗的说法,用来叙述明显存在的事物。 同样的,如果另一位说,根据真地,个人是不存在的,个体生命是不存在的。 前者不应该否定这种说法,因为就真地而言,现象且只有色法和心法的存在。 所以,事实上,个人和个体生命是不存在的。 例如,人们在某些地方挖掘土块,把土块捣碎成尘土,再把这些尘土加上水,和成粘土,再由粘土制成各种有用的锅子、瓶子和杯子。 当我们讨论这个主题时,或有人问,这个世界上,有土制的锅子和茶杯吗? 根据俗地,答案是肯定的,而根据真地,答案是否定的。 因为俗地承认泥土是确实存在着,且制造了锅子等物。 在这两个答案中,前者不需要解释,因为它是约定俗成的用法,而后者则需要解释。 以真地而言,我们所谓的陶制的锅子和陶制的茶杯,真正存在着的只是泥土,而不是锅子和茶杯。 因为泥土这个词并非指锅子和茶杯,而是只有石制的泥土。 也有铁制的、黄铜制的、银制的、金制的锅子和茶杯。 它们并未被称为陶瓷锅、瓷杯,因为它们不是陶瓷制的。 锅子和茶杯这个词并非用来形容泥土,而是一种源于锅子和茶杯的外形的称呼,例如它们圆的和特殊的外形等等。 很明显的锅子和茶杯这个词并非指没有锅子和茶杯形状的土块。 由此可知,泥土这个词并非用来形容锅子和茶杯,而是指真正的泥土。 而锅子和茶杯这个词并非用来形容泥土,而是一种有形象的概念。 这种概念除了尘土外,没有可以分开的基本物质。 它们只是新所呈现的具有特殊外形、形状。 它们是用黏土制造的气敏的外形的概念。 因此根据真谛,这种否定的叙述,桃制的锅子和茶杯是不存在的,毫无疑问的应被接受。